現在來看看科技的議題 AI現在所有的股票都漲翻天 但AI是人類的未來聽起來是如此 但是可能產生的風險如何 蘋果差點因為AI掛掉 所以他要力爭圖強 用他自己生產不出來 或研發不出來AI的系統 所以AI助理現在要讓Siri直接應答 個人化靠的是什麼呢 他要Apple的Intelligence正式進軍 用的是OpenAI 直接去用GDP的系統 導入到手機裡面 未來iPhone 15 Pro以上的晶片 就可以用Siri直接應答 跟AI所有系統去做圖 做系統做深層式的處理 都直接導入了在這個手機裡頭 所以也不是他自己研發 他就是跟TrapGDP合作 結果這個系統要這樣做 馬斯克跳出來講話了 他說警告蘋果不夠聰明 開發自己的AI 卻可以確保人家的OpenAI 可以保護大家隱私嗎 他認為是不可能的 他說以後旗下的公司 將會全面禁止iPhone 如果這樣做的話 甚至訪客要在門口檢查 他們蘋果裝置 放在所謂的法拉第龍 意思就是說 要危險的 大家的警司都可能被侵害 所有資料都全部的上傳到AI去 無法控制 那屏蔽的電磁廠什麼資料被洩漏這個事情 立刻也讓包括這些系統 雖然宣布新消息 還是股價重創 收盤重疊 這個是過去沒有看過 新發布的新功能 居然重疊 表示蘋果這個生成AI的合作模式 是有點疑慮的 那AI對於台灣來講 宏仁勳離開了 他從來的時候3.2兆升價 走的時候3.3兆升價 他升價很高沒有錯 但台灣真的撐得起 AI的吃電怪獸嗎 因為他的確是用電量非常大 我們必須要準備好 曾經理部長郭智惠說 要先蓋太陽能電廠 爭取超微NVIDIA 晚上燃氣電廠做基載電力 這是意外引起了 包括陳廷飛郭國文 在台南這裡的選區的 提前一個戰爭 怎麼說 因為包括了森巴二期電廠 九威南科電廠 這兩個都是燃氣電廠 進駐 被懷疑是不是 綠營內部有卡關派系 外界解讀是2026 台南市長初選的 內戰的前哨戰 你看看 他說你好大 我好怕 還開了記者會去罵 互相有一些攻防 當時郭文還邀請 當時市長的曾文生去考察 他說這個管線 都沒有問題可以沿用 也樂於用回饋金 重點在於回饋金 來協助地方 傳出這個二期場就要過了 結果一週之後被翻盤了 重點在於一個新的民調出來了 現在林俊憲賴清德紫地斌支持度18.3 陳廷菲的支持度41.6 甚至王定宇16.8 所以代表有可能陳廷菲比較有機會嗎 光是這個電力說真的燃氣場 就是讓大家用廢發電 台南鄉親為了要爭取AI值得嗎 丁哥 蘋果這個AI一發表之後 反而股價重挫 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 可是馬斯克擔心的其實是事實 也就是蘋果 因為你自己去重新發展一個AI系統 實際上成本太高 而且你必須要收集大量的數據 去做這些分析 也未必能夠做得好 所以跟OpenAI結合是最快的一個方式 可是相對來講 等於蘋果所有的資訊 全部都被OpenAI所使用 也就是像我也使用蘋果手機 等於未來使用蘋果手機所有的人 你們的所有的數據 都被OpenAI所掌握 你所有的事情他都會知道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只是看他 如果好心一點 他就會屏蔽一些資料 不會把它去識別化拿來應用 如果不好心的話 可能就跟完英春一樣 就幫你分析很多東西 對啊 所以這個人就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他會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馬斯克 是早就想要對蘋果下手 他只是藉這個理由 說以後你用蘋果手機 全部給你放法拉蒂龍 實際上你就算用Android手機 他一樣有別的AI系統 一樣會竊取資料 你應該要把所有的手機 都放法拉蒂龍才對 當然他們這一些 這幾個高科技龍頭 彼此之間都在互別瞄頭 可是台灣是一個AI的生產重鎮 因為我們是全世界晶片 最重要的生產產地之一 可是問題來了 台灣的電匱乏是越來越嚴重 你政府現在想要用6年9000億 去發展綠能來補 這是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綠能明明就不是全天候的 機載電力 你要發展綠能 這不是很怪嗎 我們以後每年可能 我們自己目前設備 是大概每年3%左右的電力成長 可是如果你把AI引進之後 我們未來這些場越開越多之後 你每年可能會成長5到6% 你絕對追不上 那請問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更不要講說 現在還有政治鬥爭在用 甚至說郭國文跟陳林飛 兩個互別瞄頭 他們兩個別瞄頭別很久 那郭國文其實是為了 擋住陳林飛的路 那主要就是為了要拱林俊憲 可是問題是 林俊憲的民調就是起不來 這是目前最大的危機 因為說真的 林俊憲在地方的經營 永遠不如陳林飛 講實在話 陳林飛在地方很厲害 甚至講比較那個一點 林俊憲在地方經營 搞不好還不如王定宇 可是問題是 中間有一個最大的變數 是現在黨主席就要賴清德 可是賴清德是支持林俊憲 所以未來的初選結果 真的會是陳林飛出現嗎 我認為這中間還有很多變數 他們兩個還有得鬥 其實看得出來為了AI 政府真的努力想要升電 不想一天到晚停電跳電 桃園這裡也是一樣的例子 因為這件事也非常離譜 SRF是什麼 其實就是氣電共生的電廠 過去是被行政院在選舉期間 直接說我們本來有推薦函什麼 又是跟妳講又是專案 這個形容是好收 專案特許的三家廠商 已經撤掉了這個推薦函 現在又復活了 因為他們選輸了 所以三家SRF廠過去 其實在國際間SRF廠 是可以所謂氣電共生 符合環保標準的 但這幾家完全是六倍到十倍的污染物 因為它其實就是燒垃圾 它燒垃圾產生了很多的污染 不符合這個園區的標準 而且數倍 六倍 十倍 這個所有的標準 完全不符合 可是經濟部現在強推 還是要地方政府硬吃必須要 讓這三家廠商進去 現在地方的民眾已經想說 他們要去抗議了 他不允許髒東西 進入自己的家園 這三家廠商 一家美商的背景 一家新潮流的背景 台灣立方 都知道為什麼了 背景有多硬 這三家SRF廠 可以你選輸了 拔輸給我去皮皮 就要你桃園的人的肺來發電 他說環境部長彭啓民說 我是環境保護研力者 並把關不是筷子手 所以桃園的民眾 觀音的民眾就讓他重污染 一直燒垃圾 大量燒垃圾 讓他們來應應 我們國家AI的電力需求 這件事情坦白說 這就是政府的能源的政策 整個崩潰 所以我的電不夠之後 我就要在每個地方 去搞一個這種小型的 把垃圾變一個固態 一個固態的垃圾 少變成一個燃料去發電 所以你這些有乾淨的能源不用 綠能 核能這些不用 然後用這些讓大家有疑慮 不但讓台中中部地區 用廢發電 現在桃園 也要開始用廢發電了嗎 重點是要過去說是不是 對 而且過去say no 而且我們要幫鄭文燦 說句公道化 鄭文燦當初對這個案子 是有疑慮的 所以他當時也一直給 經濟部壓力 可是他當時也通過了 就是破壓力 因為鄭文燦沒辦法 民進黨的議員 民進黨的成員 上面說OK 他自己身為父母官 他一定知道地方 對事情的反感 鄭文燦是多麼敏銳的人 所以你看去年選舉 圖選舉就是反對SRF的三個場 在那邊觀音來設廠 就他當選 本來觀音那邊是很綠很綠 小英的鐵票區 1200票輸掉 國民黨那時候 08年全勝的時候 觀音也還沒有拿到OK 所以那是很綠的區域 而且最要命的是 這三家電廠還在同一個裡 大家想想看 你住的那個裡裡面 有三個電廠 你怎麼每天都要這樣搞 你覺得自己對自己身體 他有沒有疑慮 有 像P2 大家對環境污染空氣污染 這麼敏感的時候 三個電廠都在我家旁邊 我請問你如果是 你會不會起來抗議 當然會 當然會 所以你說這個時候 中央就反覆的 就打臉自己 不過王美花去年的事情 現在又把他翻覆 我就很替這個郭清輝 郭智輝 這個新的刑機部長 我就替他捏把冷汗 你的核能被打臉 現在的SRF也被打臉 你這個部長還能做多久 上台就開始背鍋 但問題是更背鍋的是 一般的民眾 桃園的肺 大家民眾的肺 要用來為了AI的擴廠 來做準備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如果你已經訂閱了 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